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7010建设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的目的和任务 在这儿大家记第一个目的增值服务 信息管理是为了建设增值的 然后核心手段呢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处理平台 那如何进行信息管理要编制信息管理手册 谁来编呢 信息管理部门来编制 而且负责手册的修改补充检查 信息管理部门做相应的协调平台维护 然后负责档案管理 手册包括什么 与信息有关的各类内容 在手册当中都有管理的任务 那信息管理的任务分工 管理智能分工 信息的分类啊 然后还包括信息的流程图 信息处理的工作平台使用规定等等 这些都在信息管理手册当中要注意 还包括工程档案管理制度 信息管理的保密制度 两个制度在手册当中也有 然后这个是呃 大家要注意的手册包括的内容 那这里呢 我没有要求同学们把大段的文字背下来 原因是如果出考题 考大家信息管理手册包括什么 或者是呃 管理部门的工作任务包括什么 他设置的一些干扰项目是非常容易判断出来的 比如说会说信息管理部门去制定一些标准规范 那显然这个选项就是错的 再来看信息工作流程 那流程呢 有信息管理手册 编制修订的流程 然后要形成各类报告报表 我们要收集信息 录入信息 要收入 审加 然后还有传发 审核信息 加工信息 信息传输和发布了 接下来对比记忆啊 我们在第一章讲 工程管理是一种增值服务 核心任务是为了建设和使用两个方面增值 策划是为了决策和实施增值 那我们现在信息管理是为了建设的一个增值服务 再往下来看 注意这个提示啊 信息管理手册 各参与方要编制各自的 重点 要区分项目信息的分类 主要是组织类 管理类 经济类 技术类 我们再总结一下记忆的规律啊 我们要把三控 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 投资控制 分开来归类 组织类信息呢 都有组织字样 只要说大家单独记一个编码信息 是组织信息 管理类信息 都有管理字样 进度控制 是管理类的 经济类信息呢 投资 工作量 与钱有关的投资是经济类 那工作量是为了算钱的 技术类信息 只有质量控制 需要单独记 它属于技术类 其他的看 每一类都有技术量字 再来看信息编码和处理啊 项目结构编码 就依据项目结构图 组织结构编码 就依据组织结构图 我们编码 注意啊 项目实施的工作编码 从哪里开始呢 一定是从设计准备 一直到动用前准备 这个实施过程都要做编码 而在投资项编码 成本项编码 还有进度项编码 注意啊 都是建立统一的编码 不是按照不同的内容 分别建立 就记住都是建立统一的便于管理 然后注意编码 因不同的用途而编制 我们需要对编码进行一定的组合 再来看7030这里的内容 项目信息猛户 区分三个 第一个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记得关键词 它的作用是用于目标控制的 因为这有项目啊 我们项目管理不就是目标控制吗 然后是管理信息系统 没有项目字样 那管什么什么都管 用于企业的 人才物产供销的管理 最后一个项目信息门户 它不同于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也不同于管理信息系统 主要是用于各方信息交流 共同工作 共同使用和互动的工具 最后这一个图呢 大家要注意 项目信息门户的特征 运行的组织理论基础是远程合作理论 在核心功能就用于各方交流的 那再来看主持者是谁啊 就业主或业主委托的工程顾问公司 再来看这里的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啊 包括四个方面区分投资的成本的进度的合同管理的 非常容易区分谁控制投资 业主方 只要你看这些事是业主做的 就投资控制的功能 编制项目的不算 那是业主的 如果是投标不算呢 就施工方成本控制的功能了 注意啊 针对总投资的是业主方的 单独说施工成本的 看到成本的 是施工方成本控制的功能 进度 与网络计划 与横道图 与资源 有关的都是进度控制的功能 这三个都非常容易区分 只是合同管理的功能 单独计计 数值 文操 数据 查询 执行情况查询 统计分析 然后是文本查询 合同辅助起草 就记数值文操 好了同学们 到此为止呢 项目管理 七章的重要知识点的梳理 就结束了 那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备考 同学们付出了很多很多 在整个备考旅途过程当中 我们根本无心去欣赏 那沿途的风景啊 但是我相信同学们 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和付出 我们很快就能到达终点 等我们登上终点的高峰之后 可以看到更高更远的风景 最后 琳娜老师祝愿各位同学 2020年我们乘风破浪 顺利通过考试 那至此呢 20年的全部课程又结束了 谢谢大家 在这几个月来的陪伴 期待大家的好消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